2012年,世界各地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活动的组织者 以形式新颖且富有创意的方式举办了庆祝活动 提高人们对ICT行业可提供的令人振奋机遇的认识 并使女孩子和年轻女性了解到 她们确实可以在ICT行业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庆祝活动的组织者各显其能 举办的活动多种多样 通常参与活动的年轻女性有20至500人 总共在近90个国家举办了1300场活动 全球共有3万多名年轻女性参与 争取更多的女孩子和年轻女性 参加2013年国际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活动 国际点连秘书长鼓励所有各方 举办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活动 在2013年4月25日 以及该日期前后 吸引尽可能多的女孩子和年轻女性参加活动 一些国家可举办全国性活动 有的国家或许希望举办一系列区域性活动 其他国家则可举办该国首次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进驻活动 举办活动的目的在于邀请十几岁的女孩子和大学生 参加在ICT公司办公室 设有ICT部门的其他公司 ICT培训设施 大学 研究中心 政府机构 和所有ICT相关机构举办的 妙去恒生 且富有教育意义的开放日活动 使女孩子们亲眼目睹实际工作场景 自由提问 并与女性楷模毁灭 请访问国际电联信息通信技术年轻女性门户网站 www.girlsinict.org 以了解更多有关国际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的信息 请不要忘记向我们介绍贵方举办的 2013年国际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活动的情况 以请关注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颁发的 技术离不开年轻女性活动奖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